很少啊 這個 雖然空氣要爆掉的 不過生股的孩子 身體肥皺得很好 今天就能夠出現 一定在白痴好好的胸口的時候 突然會比較痛 後來穿開更是困難 比賽到便宜之後 才知道是主要心的氣胸 胸口就是 有 一開始是刺痛一下 結果 呼吸就越來越淺 就是身體主要有點動的話 會有一股氣從頭顱裡面 出來然後會非常咳嗽 可是咳不出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維持一段時間之後 會越來越 就是到最後就沒辦法呼吸 講話很困難 這左邊的肺啊 已經可以看到不正常的氣體 已經進到這個是一個熱膜槍 這五下心比三到八爺的時尚 發了很倒閉的氣泡 整個都已經被空氣壓扁了 醫生趕快來插槓 任何人手損 以後表示這種主要心的氣胸 素症完全沒進回淨頭 而且可能比五歲是黑骨穿燒 但是治療的時間 自發性的氣胸 目前真正的原因其實不是很清楚 我們只是知道說 它是一個肺炮破裂 造成這個氣體 進入 那個不正常的氣體 進入熱膜槍 造成 那主要目前統計起來 男生還是大於女生 大概是6比1 醫生王氏鴻公自發性的氣胸 通常發生於零百分之八十五 七十五至四十回民重心胸 那現在總也可能沒有生命 所以要請注意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如果有突然產生的一個 胸痛跟一個呼吸困難 其實應該還是要趕快就醫 不要輕鬆 那當然這是一個自發性的氣胸 可是嚴重的時候可能會引起 張力性氣胸 那個真的是會致命的 另外醫生王氏鴻公也表示 黑骨穿燒一般應該都有看白紀錄表 在這裡心靠得不痛 所以真的要發生這樣的靜頭 要是要趕快來看醫生 在這裡女性 蔡宏博都